政治不是仇恨 選舉不用謾罵 建設不分藍綠 服務沒有顏色 這就是民進黨的桃園隊 他們拼命的批評桃園 讓我們看到 他們最想要的 是讓桃園變回國民黨的桃園 變回停滯的桃園 建設要大 照顧要細 這是運棚給各位市民曾有的承諾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建設要大要多大 第一個 護國神山台積電要來桃園 未來我們捷運多三條 我們的捷運中線 從回龍到桃園車站 未來我們交流到多三個 我們身為基北北桃首都圈 我們身為製造業的重鎮 交通的樞紐 我們也要推動首都圈 通勤月票1200 我們的照顧要更細 最弱勢的那一位市民 最弱勢的家庭 我一定要照顧到 罕見疾病的家庭 我們給他生活津貼 單身的產婦跟孕婦 沒有人陪他陪產 沒有人去照顧他 我們用市政府的力量 來陪這些台灣媽媽 我們現在的長輩 是不是有每個月800點的禁勞卡 我們800變1000 我們開放坐火車 開放到觀光工廠 昨天我們的對手 同樣在中立舉辦了一場大型造勢活動 他們拼命地批評桃園 讓我們看到他們最想要的是 讓桃園變回國民黨的桃園 變回停滯的桃園 政治不是仇恨 選舉不用謾罵 而是要靜下心來想一想 有些人的政治選擇 或許跟我們不一樣 但只要在桃園生活 有一件事情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一起看到 我們桃園光束前進 一起感受到我們桃園天天在進步 現在我們可以大聲的說 我桃園 我驕傲 大家說對不對 建設不分藍綠 服務沒有顏色 這就是民進黨的桃園隊 大家肯定的原因 請大家繼續選隊員 鐵路地下化 行政院書院長核定經費 由中央負擔786億 但是另外一位 當過行政院長的候選人 過去他沒有幫助鐵路地下化 現在要選舉了 才說他要為桃園做事 對手抹配鄭文燦 攻擊鄭雲鵬 最不好的是他們完全否定了桃園的進步 大家對桃園的選舉是越來越緊張 民進黨的桃園隊沒有辜負大家 請你站出來支持努力拼8年的鄭文燦 支持跟桃園站在一起的鄭雲鵬 好緊張 旁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